我今天離開飯店 然後坐在那個車上 看著外面的風景的時候 回頭跟他們說 我出門了耶 Asia Island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清風 其實我有點忘記 上一次來新加坡是什麼時候了 但兩天前的演出呢 我就問了台下的觀眾 有人為我解答 就是上一次呢 我是跟團一起來做演唱會 是八年前 這是2014年來做巡迴演唱會 那這一次呢 也是脫那個團來演出的服 可以跟大家推薦我個人的新專輯 這一次就是行程比較緊密 所以幾乎都待在飯店 我今天離開飯店 然後坐在那個車上 看著外面的風景的時候 回頭跟他們說 我出門了耶 但是他們對我很好啦 我在飯店還是有一直吃到 就是新加坡的美食 然後我們每天呢 都消耗兩個那個綠蛋糕 因為我現在比較少吃甜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擴打 就是完全留給綠蛋糕 我現在好像表演的心情就是 當下當然很開心看到大家 然後也很 也突然驚訣原來那麼久沒來 但是我現在 我個人對於演出的心情 情緒就比較沒有起伏沒有那麼大 你怎麼會這樣做 虧偉了三年 出了一張又是全創作的個人的專輯 那這張專輯呢其實是 它是有點隨著緣分走 然後其實一開始沒有設想它是一張專輯 而是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然後慢慢的一首又一首合作 突然有一個概念想說 那如果這是一張像是音樂像是沙龍 然後可以邀請很多不同的音樂家 來這個沙龍跟我用音樂對話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慢慢的隨著緣分 有越來越多的嘉賓來到這張專輯 在這張專輯裡面的每一首歌 我都會用一種我跟創作之間的關係 然後用一個角色來比喻這樣的關係 每一首歌的歌名 其實都會是一個角色的名字 譬如說有小王子啊 有幽靈啊 有海妖啊 這些創作來到我的生命裡面 跟我產生不同的關係 那我有時候可能是很沮喪的時候 需要被自己用創作的方式擁抱 那有時候呢 其實我是被創作這件事情 像是幽靈一樣糾纏著不放 那有時候呢 又像是小王子故事裡面一種 被創作馴服的關係 都好像是我自己 也好像是一個來到我生命裡的角色 然後我藉由不同的面向的自己 或者是藉由不同的跟別人相處的方式 然後這個全部才好像架構成一個 自己的全息圖嗎 或者是更立體的自己 這張專輯的磁獲曲 多半都是在夢裡誕生的 那在兩年前呢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反覆的做夢 然後就產生了很大量的旋律 可是因為我在產生這些旋律 我在夢中嘛 我在夢中的想像 還有關於這些旋律的感覺 其實我對於這些畫面是比較明亮的 比較幸福的 比較愉悅的 可是當我醒來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的心境 並不是那麼樣的明亮 所以我覺得由我當時的心境 去填寫這些歌詞 或者是把那些感覺記錄下來的話 好像有一點點會對不起這些歌 所以我就先把旋律寫下來 但我沒有把文字寫下來 有一首歌叫做催眠大師 他就是在夢裡 把我提醒 叫我起來 把他寫下來 當我把這十二首歌寫完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創作的夢了 或許我是一個傳聲機 然後有不同的訊息 只是透過我去傳達出來 然後在這個傳達的過程中 也解決了我自己的心魔 以前覺得夢可能只是一個 沉澱物 或者是一個 你不知道它來源是什麼的 但我越來越覺得是夢 帶領著我再往前走 這個括號跟三節號呢 其實我是參考 德布希有一套曲目 叫做前奏曲集 它的命名方式 因為它彈奏完之後呢 它的曲名就用括號寫在最後面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是蠻符合我 創作一直想要傳達的 就是我的聽眾 我一直很想告訴大家是 不用去追究我到底寫的明確的故事是什麼 而是你接受到什麼訊息 你可以把它畫成你自己的創作 想成是你 這些創作是在你手中 因為你聽 因為你的想像才完成的 所以我用這些呢 其實 三節號是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但是 就是更多的故事由你去 去講完 那括號呢 其實告訴大家 這些標題只是僅供參考 那更多的 希望你自己完成 我覺得它好像不是一個 線性的相反 而是你就是看東西的 角度不太一樣而已 其實我是蠻隨著緣分在做事情的 可是我其實我每一天都 有一個念頭是我 要把今天該做的事情做好 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我每一天想做的事情 真的很多 只是我不會去定很遠的目標 說譬如說我可能40歲 想做一張怎麼樣的專輯 反而是在創作這件事情上面 我比較隨緣就是 如果我有這樣子的心境 我再去寫這樣的歌 而不是說我想要寫這樣的歌 然後勉強自己有這樣的心境 但我好像其實一直以來 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沒有什麼 非做不可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一旦決定 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非做好不可 所以我好像一直以來都比較是 情緒來得快 但是也蠻容易放下的一個個性 我們剛剛在車上點餐了 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晚餐 我剛剛點了炒蘿蔔糕 因為我吃素嘛 所以我就很期待我今天的炒蘿蔔糕 跟什麼斑蘭粉條是不是 Chandle Chandle 因為接下來有一陣子不用唱歌 所以我就是不用顧忌 可以吃喜歡吃的東西 希望大家就是在不管聽我的歌啊 或者是期待所謂的演唱會這些事情 我們都更隨緣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從我的新專輯 馬拉美的星期二 感受到更多不一樣的夢境也好 時空也好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緣分的話 就請你們帶著這些創作 讓他們繼續活著 那希望有緣的話 我們下次不管是我一個人 還是更多人 希望下次可以趕快再跟 Asia One的觀眾再見 拜拜